说一个真相 今天告诉大家真相 2023年12月18号 甘肃基石山县的地震 是人为造成的 不是天灾是人祸 这次上百人死亡 数百人失踪 成千上万人受伤的大地震 完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你跟他讲完了 这些人就崩溃了 全骂你 地震都是中共的 你小宅子 你他妈的要死了 你什么吃心分了 但确实这地震 就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这是中共修建水库 导致的地震 不会相信的 如果你告诉这些人 当年的汶川地震 也是百分之百 由于紫瓶铺水库造成的 由于紫瓶铺水库的 蓄水和构架造成的 那他们就更骂你 一派胡言胡说八道 恨不得过来 打你往你脸上泼墨水 修水库跟地震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坏蛋 为了污蔑中共 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呢 但凡你认真查一下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相关资料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就开始成立了 专门的研究小组 就研究水库 诱发地震 这个事的科学的 整个的情况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这个世界发生了 几次大的地震 印度的科尔纳 中国广东的新封江 埃及的阿斯旺大坝 等等这些地震 都跟周围的水利工程有关 中国的科学家也应邀 参加了联合国教科组织 德国人引导的这个研究小组 最后中国的科学家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 水库诱发地震的概率很低 那在实践中出了数据 水库诱发地震的比例是多少 是千分之三 但是如果水库的坝 高过了一百米 超过一百米的水库 在实践中人类历史中 所有能找到的几万个 参与实践的水库 诱发地震的可能性 高达25% 也就是坝高超过一百米的水库 有四分之一都会诱发地震 而中国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绝对是由于水坝造成的 绝对是由于水坝造成的 大家能相信吗 对吧 肯定没有人敢信啊 紫平铺水坝 水库的水坝能造成地震 怎么可能呢 那么中国地质局 最终专家给予的结论 是把这次汶川大地震 列入到水库诱发地震的 上交给联合国的报告中的 这是典型案例 大家有机会可以查一下 中国地震局的资料 很多资料可以公开查到 中国国家地震中心的研究人员 马文涛等人 在2013年发表的 水库诱发地震的 震力比较与实践中 其中就有 包括汶川大地震 诱发水库的很多典型案例 都在中国国家地震局的 相关资料里 很多文章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诱发水库的文章说 全球水库诱发地震的案例 到现在能够被确认 水库诱发的 一共150个 其中阵级超过6级的 有5个 在中国就一个2008年中国汶川的大地震 就这一个 这是报给联合国教官组织的资料 这件事呢 是中国地震部门的专家 统一认为的 紫瓶铺水库 就是诱发汶川地震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水库 蓄水 这种滇滴 导致产生的第一震 这第一震 引起了龙门山前面的 大断裂层的连锁反应 最终导致汶川大地震的爆发 整个悲剧的产生 这就是一个人祸呀 根据法新社环境与发展栏目 王威洛的调查 甘肃地震100% 也是由水坝造成的 中国地震专家 把文涛在他画出的 水库诱发地震的地理图上 这十几年前画的 早就把甘肃这一地区 画入到 可能由水坝引发的地震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国 没有第二个国家 没有第二个 只有中国 会像中国这么修建水库 在一条河流上 提及开发水库 就在甘肃这个地震 这个黄河这个流域 重重叠叠的水库 造成的水压墙 反复变化的影响 十分严厉 甘肃基石山线 这一带是黄河 最陡峭的部分之一 但是这一部分 竟然修了25个水库 这个水库的压墙变化 差距经常很大 而且经常调整 所以王威洛在里面说什么 中国地震学者范晓 确认霸高超过100米 诱发铁路的诱发地震的可能性 达到了5% 而这种梯极开发 诱发地震的可能性是多少 是百分之百 只是看什么时候诱发了 百分之百 中国科学家在去年年底 中国甘肃山这个基石山地震的几年前 从5年到8年到5年前 完成了一个整个对黄河上游中游下游 所有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一个评估 其中对黄河的风险有完整的详细的海量文字的评估报告 这个报告中写明黄河上游的泥石流风险 会导致整个地区可能被毁掉 那么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写了啊 这么多年前的甘肃的基石山区 发生的地震风险特别大 黄河中游的是泥石流洪水的风险的 黄河下游则是洪水的风险的 所以王文威乐最后总结了一下 就是根据这么多专家导致地的条件 霸高高于100米 水库区有地质断裂活动 库区周边有新出现的地裂盆地 近期有明显的升降活动 水库底层有重力梯度差异 掩体断裂发育很强 透水性很强 库区历史上曾经有过地震发生 这些特点叠加百分之百出现 而所有特点全部甘肃本次地震负荷 明白了吗 所以这次地震不是天灾标准的人祸 也就是在中国地质领域 无数的人都已经告诉你们 中国专家都说这要会地震 要会地震 会地震会地震 这么修水库一定会地震 百分之百会地震 唯独社会大众和所有周边的老百姓 没人告诉你会地震 对 当然我讲完了 以后达克效应 中国人又绝大部分不信 只有清醒的一少部分人 会真的去查一查国家地震局的相关资料 看一下汶川地震是不是真这么产生的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产生的 当然了这个还有一部分原因 达克效应是因为国内人就不可能知道 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让中国人知道这种专业信息 对啊 一定告诉大家都是天灾不能是人祸 因为是人祸麻烦就太大了 这些地震死的这些人财产的损失 如果是人祸发现是中共地方政府干的 那足够中国政府喝一大壶的了 而对于社会大众 大家关注的现在的这么多水库还在运行的情况 那你想想这些地方政府靠这些水库产生经济价值 可是每那么多水库还有地震风险 还要死人的时候 你想想这时候会不会造成社会大动乱的诱发了 因为还运行了 还这么多呢 对啊 所以呢 大家就都知道了 这些得到全世界确认的事情 专业水平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人首先是绝对不能知道的 第二知道也肯定是说谎 啊 这专家都说谎 外国人都说谎 对吧 专家不能说真话 否则前途没了 媒体不能说真话 否则媒体本身的人都抓走了 老百姓更不能说 谁说谁死 所以达克效应 大家看着清朝的那个达克效应 哇 你们不用笑 你们在中国国内很多听说传闻的东西 我相信有一天 当中国真的回到自由民主社会的时候 你们再听听几十年前中国那些话 大家相信的那些东西 啊 反戒点法呀 这个那个的 你们自己就感叹了 你马跟他们清朝比没啥区别 没啥区别 中国达克效应的广泛 因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我们伟大领袖傻逼习近平 就是标准的达克效应示范者 真的 愚蠢不可怕 就怕愚蠢的人 无限自信 还有很多梦想 那最怕的是这个愚蠢的人 不光自信梦想 还控制着巨大的权力和海量的资源 他希望通过这些权力和资源 实现他那个愚蠢的梦想 那 这个国家的人就 就无限惨了 就无限惨了 发电的呀 大坝不就是发电的吗 没有大坝发电 中国水利发电 特别主要 那中国人用电怎么办 所以地方政府的很多经济收入来源 就来源于水坝 来源于层层叠叠的大坝 大家听明白了吗 大家听明白了吗 对 王维洛很重要的 中国世界之最 对王维洛研究水利的专家 就是这个法新社这个文章里 就是这方面的东西 你们看看王维洛描写中国的水坝 你们就知道中国的水坝有多危险了 就是中国的水坝 有人老说我们的水坝什么什么 他那不是贪他的问题 是因为一注水 大家知道原来这个地理环境 这个山这个地区 它的地质地貌形成 就装这么多水 修一两百米的水坝 他把水全压在山体上 山体压在底子 滴滴断裂带 他他不得出事啊 那咱们都知道 扁南平时挑十斤 现在你那挑一吨 他不出事啊 他不折呀 他不折他往里面挤压 时间长了往里面挤压 不就产生大的地质变化了 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中国的共产党 哪会有人管这个事 不会的 对吧 所有都是上面一说 底下的人就 就答应了 底下的人就都同意了 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 中国你看看王维洛老师研究的 就知道了 大中国的水坝有多少会出问题 很可怕 而且关键是大家不知道 这些东西在国际上 很多是已经验证过了 中国的专家都提出了 中国大量的油与水坝产生 地震风险带的这种 这个文章资料研究报告 大把的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那是科学研究 研究完了呢 就完了 就放到社科院 放到中科院 放那一放 就完了 或者说上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地理研究所一放 这个这个这个 地理研究研究所一放 就完了 至于这个东西 会不会因为这个研究 发现很危险就改变 不会改变的 因为中国的政府的领导 就这么几届 在这当地 都是搞经济 才能让自己升官 你要这么多的钱 去改变现状 把一个能产生电力的水坝去了 就是因为它有地震风险 对老百姓有危机 花钱干这个事 又不产生经济效应 那你等着 等着就下去吧 所以没有人干 其实不仅是这个 你们现在吃的东西 有人说为什么中国吃的东西不安全 为什么中国水质这么差 你们现在用的东西都这么差 就是所有的衣食住行 各种毒害的东西都用在身上 都一个目的 就是只要这个东西跟政府的政绩相违背 那这个东西一定会被掩盖 会被继续使用 甭管它有多大的危害性都没有用 我以前专门跟大家讲过中国生育的问题 我以前专门有个很长的视频 不看到可以看以前去找 中国男人的精子存活率 世界最低了 最低了 就刚够能够活的 所以中国最后不得不 全都靠人工受精 试管婴儿 所以中国连社保都把试管婴儿 纳入到了社保报销的领域去 因为现在要做的人太多了 中国男人靠自然生孩子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你们别看床上去打炮 打炮归打炮生不了孩子 因为精子存活率太低 为什么精子存活率太低 看过我的文章就知道了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我们呼吸的空气 我们穿的衣服 我们用的所有东西 每一样都不可能让你的精子能多生存 大家都不会跟大家说 很正常的 都不会说 很正常的 好吧 今天就这样 又听我瞎嗶嗶 吹牛逼拜火 吹牛逼拜火 大家都可以去吹吹牛逼拜拜火 好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睡觉睡得香 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